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師娘 今天想要跟大家解釋的是關於 敲關這個習俗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畫面 就是有一個孫女 然後無信的直銷集團 然後所以她延誤了治療 然後結果癌症過世 然後老奶奶很捨不得她 在她出兵的那一天 敲了關目一下的那個新聞畫面 為什麼會有敲關這個儀式 因為傳統習俗認為 晚輩如果先長輩離去 讓長輩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 就是大不肖的一個行為 那這樣的行為呢 到了陰間 她是需要接受王冠的審判 會下地獄 所以呢 長輩為了不要讓晚輩 到了陰間去承受這樣的審判 所以呢她要先行 責罰這個晚輩 所以在關目出病的時候呢 她會先行敲關目 以示說呢 這個長輩已經責罰過這個晚輩了 那希望她到了地府之後呢 不要再接受懲罰 然後這個就是敲關的習俗的由來 通常敲關的時間就是說 當這個關目已經封釘完畢 然後要發癮之前呢 那我們就會請執行敲關的長輩呢 舉起她的敲關照 然後象徵性的在關目上敲三下 就是以示責罰過了 然後這個就是敲關的儀式 那基本上呢 師娘認為說 這個習俗我個人是不是很建議 因為尤其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其實醫療在進步的情況下 非常非常多的長輩非常高瘦 九十幾歲甚至百歲的人類都有 然後常常活到這麼高瘦的長輩們 她的子女眾多人裡面呢 常常會有發生說 晚輩先她離去的事實 我就曾經過說 在我執案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老奶奶呢 她的兒子七十幾歲 因為癌症過世 然後在告別式的時候 她的親戚都告訴老奶奶說 她一定要執行這個儀式 不然晚輩她到了地府 會去受到懲罰 所以老奶奶就要求我們幫她準備相關的物品 做敲關這個儀式 可是當她的敲關障落下棺木的那一剎那呢 老奶奶是痛哭昏厥 不知倒地的 那我看到這一幕我其實覺得非常不忍心 因為我覺得說 敲關是一個習俗沒有錯 可是要考量到現在的時空背景 那年紀這麼大的長輩其實 她要承受兒子先她離去 已經是一個很殘忍的事實 可是兒子也是不得已 因為她是生病 並不是說她是自殺 或是說她沒有珍惜自己 她是意外 那所以這樣不得已的情況下 又要讓九十幾歲高瘦的老奶奶 去承受這個敲關的痛 我個人是比較不建議 那可是如果說 有一些情況是碰到說 譬如說晚輩年紀很輕 然後她是自殺過世 或是說真的是意外 通常這一類是 在習俗上是認定是亡死 長輩其實他們還承受得住 那而且長輩也覺得說 敲下這一仗之後 他的小孩子以後不必去受到責罰 他的身心承透得住 同時又可以讓他的心情得到解脫 覺得說雖然你離我而去了 可是我敲下這一仗之後 你之後在陰間是一路順遂 你不會再去受到責罰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心理的撫慰作用 所以敲關這個儀式到底做或不做 適合不適合 我覺得是要因人而異 而不是是說 每一個晚輩先行離世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做敲關的這個儀式 那今天介紹敲關的習俗就到這裡 如果還想知道師娘眼中有哪些人生大事的話呢 記得每個禮拜天晚上鎖定我們影響力頻道 掰掰 想讓你遇到的 dzięki 我會教你 他有一直到一直到دي 我覺得我會說 如果有一個人生的 如果你不要再問我 你不可能 我會有一個派